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哈战争进入100天 两名以色列人被黎巴嫩的攻击炸死 日文世界 赖清德选胜 中国没有民主 两岸必会愈行愈远 瑞士高级外交官呼吁中国这个俄罗斯盟友协助结束俄乌战争 台湾大选后国际金融市场稍松口气 但台湾投资人仍然不安 关于恶瓜多人内乱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你需要知道以下几点 请大家收看 以哈战争进入100天 两名以色列人被黎巴嫩的攻击炸死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两名平民星期天1月14日 在以色列北部的边境附近被从黎巴嫩发射的一枚反坦克导弹炸死 让人再次担心以哈战争会引发第二场冲突 以哈战争同时进入第100天 这场战争已经导致将近24000巴勒斯坦人死亡 哈马斯17日攻击以色列南部打死1200多人 绑架250名人质 触发战争 以色列几乎每天都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交火 提升地区紧张局势 以色列军队一天前表示 击毙了三名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 并试图发动攻击的激进分子 真主党领导人哈桑 纳斯鲁拉 哈森纳斯拉拉说 真主党在加沙停火前不会停止 纳斯鲁拉在讲话中提到逃离北部边境地区的几万名以色列人说 我们再继续 我们的前线正让敌人遭受损失 向被驱离的人施加压力 加沙空前的死亡和毁坏 导致南非在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 以色列否认这个指称 誓言即使国际法院发布临时命令要其停止 也会继续发动进攻 内塔尼亚湖星期六晚间说 没人会停止我们 海牙不会 伊朗邪恶轴心不会和任何其他人 以色列还誓言返回依然被关在加沙的一百多人制 他们的家人发动更多抗议 并在星期六晚间在特拉维夫举行24小时集会 吸引几万名支持者 担心第二战线 以色列和真主党一直小心不让他们之间的战斗 演变成第二条战线的全面战争 但一名哈马斯高级1月2日在贝鲁特被空袭炸死后 全面战争近期几次几乎全面爆发 两名以色列人星期天的死亡 增加了以色列发动星空袭的可能性 导弹击中以色列北部尤瓦尔·优格镇的一栋房屋 炸死一名40多岁的男子和他70多岁的母亲 超过11万5千多以色列人 因为目前的紧张已经撤离以色列北部地区 黎巴嫩发射的火箭造成12名以色列军人和7名平民死亡 170多人受伤 真主党说 至少有150名战斗人员和20名平民 在几乎每天交火中死亡 以色列军方几小时前说 击毙了三名进入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激进分子 伊斯兰光荣旅Islamic Glory Brigades 声称对这次渗透负责 美联社对此无法独立核实 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都说 这个组织同他们没有关系 以色列一直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 在加沙停火 但迄今受到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 以色列说任何停火都会让哈马斯获胜 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加沙北部的行动 内塔尼亚胡说 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上周访问当地时提出了这个议题 以色列同时对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和加沙中部建设的难民营 发动大型攻击 以色列计划扩大攻势 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最终需要进一步深入南部地区 控制加沙与埃及的边境 以色列官员说 哈马斯依然利用这里走私武器 埃及坚称完全控制边境 表示任何此类行动都会根据埃及 同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进行考量 当地拉法边境口岸依然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 他们从加沙其他地区逃到这里 涌入联合国管理的拥挤的避难所和帐篷营地 本文依据美联社的报道 日文世界 赖清德选胜 中国没有民主 两岸必会愈行愈远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编者案 这是邓一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转载者请著名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一样 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 对于赖清德选胜的原因 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 然而 有一点要注意 中国因素 即台湾多数选民 特别是露营选民对中国的恐惧 可能为他们把票投给赖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湾总统选举或许是自政党轮体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蓝绿白三党推出了各自候选人进逐 在选前的所有民调中 虽然赖清德都要赢过其他两个候选人 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并不大 两人的得票数也表明了这点 这使得此次选举充满一定悬念 民进党虽然在台上执政八年 拥有比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更多的资源用于辅选 可客观地说 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评价有很大分歧 要不能 在选战初期的民调中 有六成选民希望政党轮替 下架民进党 事实上 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确实也赢得立法院微弱多数 中国因素促使选民票投民进党 民主国家 如果一个政党执政多年 选民普遍会有一种疲劳心态 想换他的对手上台 尤其是执政党若政绩不佳的话 这再正常不过 原因也很简单 除了选民有喜心厌旧的心理 主要是执政党台上时间长了 总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问题未必是执政党造成的 但因为是你执政 就得背过 台湾这次选举 国民党猛打民进党的弊案 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问题 赖清德本人的老宅为鉴 民进党立委的自拍和偷露等 但是 为什么多数选民 尤其是露营基本盘 还把票投给了赖 就值得细细琢磨 不妨假设 这次选举中国的因素完全不存在 或者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 如果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弊案 很难讲它 不会对赖清德的露营支持者产生影响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选民虽然会支持本党 或者认同的政党候选人 但也会看重他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品格 倘若在选举中该政党或者候选人被对手接触弊案 他的支持者是否会死心塌地的 就把票投给他 其实是说不准的 然而此种情形在本次台湾选举中没有出现 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赖的老宅违建问题可以忽视 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导致的 这就必须说到中国 因为无论如何 中国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 即使中国不存在戒选 台湾选举要想撇开中国因素 也做不到 从这个角度看 完全有理由认为 露营选民最后把票投给赖清德 不是他们容忍民进党的弊案 或者认为赖的违建无关紧要 乃是在他们看来 只有赖才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国吞并 免受大陆专制制度的侵袭 而对侯友宜和柯文哲 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 在去年选战开打初期 国民党将本次选举塑造为战争与和平之战 选国民党会带来和平 选民进党会带来战争 民进党则将选举定调为民主与专制之战 选民进党会保住台湾的民主体制 选国民党会给台湾带来专制的灾难 这个口号的喊出 对露营支持者有极大的鼓动作用 因为他们确实担心 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 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 台湾会被大陆带坏 中国的专制体制 以及由这套体制支配的生活方式 借着两岸交流 而强势侵入台湾 污染台湾的政治 生活和民心 这是露营选民不乐见 并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专制的中国 台湾本土意识抬头 两岸在过去十几年的渐行渐远 以至现在多数台湾人 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总根子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 台湾本土意识的生成 成因很多 包括国民党放弃戒严 开启民主转型 民进党执政后修改克纲 有意识地推进文化台独 去中国化等 然而 有一个现象必须提及 也就是在两岸恢复交流 特别是在两岸之行三通后 经贸 文化 旅游交流的频繁 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 反而加固强化了 让台湾人更体认到 台湾人是台湾人 大陆人是大陆人 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 并非只出现在露营 蓝营也有 在两岸交流的二 三十年里 台湾人意识发酵壮大 成为主流民意 尤其是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 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很多外省二代 特别是三代 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 国民党的新生代 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 主张将中国国民党 改名为台湾国民党 不只是出于同民进党 争夺选民的考量 此次总统选举 不少人注意到 蓝绿白三对正副总统候选人 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态 自己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其他人只称自己是台湾人 也许侯友宜和赵少康 怕被民进党贴标签 然而 这种怕的心态 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为什么两岸交流越密切 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反而越强烈 对中国越排斥 原因就出在 正式交流的频繁 让台湾人认识到 两岸政治制度 和政治生态的迥异 担忧中国会借着庞大的体谅 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 台湾抵挡不住 中国专制体制的侵袭 从而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态 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 和生活方式 两岸的大规模交流 是在胡锦涛后期 和习近平前期 胡虽是弱势总书记 但在他执政后期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 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多 中共变得比过去保守和专制 这种情况 到习上台进一步强化 当局对思想 言论的压制达到 一个空前强度 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变本加厉 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 是自毛以来最严重的 习为我独尊 容不下一己 整个社会的政治风貌完全改观 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那种肃杀状态 没有一点自由的习气 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痛恨 无法容忍 却又不得不容忍 台湾人看在眼里 他们当然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 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 虽然出于发展经贸等 现实考量两岸 不得不来往 但台湾肯定要设置 一套防火墙 阻碍大陆的专制制度 在两岸交流中渗透台湾 就像大陆 设置防火墙阻碍台湾的民主制度 渗透大陆一样 当中国当局 不把中国民众当人来看待 怎指望台湾人亲近中国 结果只能是 两岸交流越密切 台湾人对中国的排斥越强烈 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淡薄 乃至完全没有 再加上蔡英文八年两岸的紧张态势 中置两岸在不同路径上分道扬镳 除非中国变革 台湾民意不会认同中国 坦率地说 要想台湾主流民意认同中国 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唯一的可能路径 就是中国大陆必须变革 改变中共的专制体制 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两岸和平统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中国的民主变革 当然首先不是为了统一台湾 相反很可能 由于两岸七十多年的分治 即使中国民主化后 多数台湾人依然不愿和中国统一 而是为14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活得有自由 有尊严 受政府尊重 但是 中国民主化后 至少在统一问题上 会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 而如果中国还处于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严酷体制下 连自己的民众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认出来 逃离中国 去强行统一台湾 就缺乏道义之称 遭到民主国家的反对 乃是可以想见的 故而 从中国的角度看 赖清德的选胜告诉北京当局 中国要想赢得台湾民心 缺的不势力 缺的是民主 或者民主之力 不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转向 仍行三千年秦治 两岸只会愈行愈远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曾在中国做过记者 现居美国 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 曾经在体制的边缘 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瑞士高级外交官 呼吁中国这个俄罗斯盟友 协助结束俄乌战争 美国之音中文网 瑞士一位高级外交官 星期天1月14日 在达沃斯表示 中国应该参与为结束俄乌战争 而正在进行的国际努力 这位外交官是在由乌克兰发起组织的 多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结束后 举行的记者会上 做出这一表示的 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的安全会议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夕举办 目的是为结束俄乌战争 寻找和制定和平计划 18个亚洲国家 12个非洲国家和6个南美国家的80多名官员 出席了这一会议 但是中国没有派人出席这一会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在达沃斯举办的 年度世界经济论坛 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必须设法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国家安全顾问会议 瑞士共同主席 瑞士联邦委员伊格纳奇奥·卡西斯 并尼奥斯尔·卡西斯在记者会上表示 乌克兰已经是第四次举办国家安全顾问国际会议 而卡西斯则强调 会议必须设法为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结束战争 而举行的和谈普鲁搭桥 让乌克兰人民获取和平极为紧迫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结束这场战争 路透社引述卡西斯的话说 他坦诚 迄今为止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表现出妥协的意愿 俄罗斯2022年2月悍然入侵乌克兰之后 北京一直拒绝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 也拒绝参与西方国家对莫斯科实施的严厉制裁 反而与俄罗斯打得火热 迅速增加与俄罗斯的经贸交流 北京虽然呼吁俄乌双方停火指战 甚至派遣特使在两国之间斡旋 但是北京的和谈努力至今没有任何效果 卡西斯在记者会上说 与俄罗斯保持对话的国家 例如巴西 印度和南非都参与了达沃斯举行的安全会议 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金砖国家联盟的参与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保持着联系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创造一种集体运动 让远离冲突但可以发挥作用的国家介入 以便影响中国和俄罗斯 卡西斯说 全球南方国家参与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对话 在达沃斯引起关注 很多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的非洲 拉美 中东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 本周都派代表出席了 在达沃斯这个度假胜地举行的安全会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Volodmir Solensky没有出席星期天举行的会议 但是卡西斯表示 泽连斯基将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峰会 而且外交官们将有机会与他进行沟通 代表泽连斯基出席安全会议的 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安德里 伊尔马克 Andre Yermack 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我们的工作 伊尔马克稍早在社媒电报上帖文说 受到盟友强烈支持的乌克兰一再表示 乌克兰在收复全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之前 绝不会妥协 路透社表示 目前并不清楚的是 全球南方国家是否也赞成将这一立场纳入和平方案 尼日利亚国家安全顾问鲁胡 里巴杜 向路透社表示 尼日利亚坚定地与基辅站在一起 并将应对俄乌战争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后果 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乌克兰经济重建特使的佩妮 普利茨克 Tenny Pritzker 和主管欧洲及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奥布莱恩 James O'Brien 出席了星期天在达沃斯举行的这次安全会议 由于外界对美国在大选年能否持续支援乌克兰 存有疑虑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和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都将出席将于星期一往开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并将在会议上致辞 台湾大选后 国际金融市场稍松口气 但台湾投资人仍然不安 美国之音中文网 2024年1月13日的台湾总统及立委大选 引起全球投资人的高度关注 因为台海的战争与和平不仅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而且也攸关投资人的重大利益 路透社星期一 1月14日 人影分析表示 台湾的这次选举能够减缓全球金融市场的 对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关切 报道说 法国外贸银行Natexus 驻香港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爱里西亚 加西亚 埃雷罗 Alicia Garcia Herrero 表示 赖清德胜选后持平的演说 以及立法院三党鼎立的态势 是中国可能不会采取行动的原因 如果中国什么都不做 也许市场会解读说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此 市场会保持正面趋势 他对路透社说 不过 路透社还表示 台湾本地的投资者 却因为选举结果 可能影响两岸经贸关系 以及阻碍台湾某些经济政策的推动 而产生忧虑与关切 因此星期一股市开盘后 有可能出现轻微的抛售现象 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话说 由于政策不确定性的阴霾 挥之不去 有可能导致投资人在台湾一年多一点时间内 已经暴涨25%的股市上 抛售各自的部分持股 台湾股市本周有可能出现下行压力 但是对那些担心赖清德可能推动台湾法里独立或北京当局做出强烈反应 甚至启动一系列制裁行动 从而重创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人来说 目前的结局似乎可以大大缓解他们的关切 我想市场反应会是负面的 市场的解读是台湾政府弱化 来自大陆的大量外部风险以及大量的内部风险 因为立法院的控制权也丢失了 爱丽西亚 加西亚 埃雷罗对路透社表说 路透社还表示 虽然某些投资人本周可能会未经深思熟虑地抛售某些台湾股票 甚至台币 但构成市场中间的绝大部分投资人 将在赖清德新政府5月20日就职前采取观望的态度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星期六1月13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不仅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之后 任何一个政党连续三次胜选执政的历史性记录 而且也是首次出现一位现任副总统参选获胜 虽然赖清德是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胜选者 而且北京还在选前多次指民道姓地 将他指责为顽固的台独分子和地道的麻烦制造者 暗示赖清德当选 台海将兵凶占威 但是由于赖清德在胜选后发表的谈话中 在两岸问题上立场和措辞相当持平 而且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在立法院的多数 三个政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均不过半 将来民进党或赖清德很难推动极端或冒进的政策 全球各大金融市场似乎都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台湾新一届立法院将于2月1日开议 但是赖清德则将于5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 纽约梅龙投资管理公司BNY Mell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亚洲宏观和投资战略部门主管阿宁达 米特拉·安琳达·麦特拉向路透社表示 未来数日随着台湾的政治人物 中国以及美国官员之间相互隔空放话和交火 大家会看到一些激烈的政治表述和其他短暂的争吵 就宏观而言 在地缘政治层面 我不认为会出现全球性的巨大涟漪 瑞穗银行驻新加坡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Vishnu Berlathan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 民进党失去对立法院的掌控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台币可能因为立法院出现僵局 这一很大的可能性而受到打击 他说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 未来几个星期内 投资人将对赖清德在立法院内 可能获得的支持度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感知 在台湾立法院113个席次中 国民党以52席次成为最大党 民进党以51席次次职 而民众党则以8个席次位居第三 路透社认为 中国当局对台湾大选结果的反应 仍然是全球金融市场最为关注的一环 北京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星期六晚间就台湾大选结果发表评论 强调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暗示赖清德的得票率只有40% 并有60%的选民并不支持他 路透社表示 赖清德在胜选敢言中也以模糊的措辞 谈论两岸关系 一方面表示两岸有合作的必要 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决心捍卫台湾 免遭中国威胁和恫吓 路透社还说 台海局势变化对全球金融市场关系重大 除了台湾是全球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重镇外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也有可能引爆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关于厄瓜多尔内乱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你需要知道以下几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过去一年间 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因为三万多名中国公民 选择经由此地走线 非法进入美国而频繁闯入中文读者的视野 1月9日 厄瓜多尔爆发严重内乱 1月14日 引发紧急状态的导火索监狱暴动事件已经平息 厄瓜多尔目前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关系又怎么样 这个南美小国在美中竞争中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厄瓜多尔还处于紧急状态 1月9日 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 诺沃亚Daniel Noble宣布 因严重内乱 全国将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在此期间 军队将进驻城市和政府设施进行巡逻和维持宵禁 以阻止犯罪团伙的暴行 厄瓜多尔大量学校和公司改为远程上课和办公 紧张氛围笼罩全国 1月14日 引发紧急状态的导火索 大规模监狱暴动事件已经平息 诺伯亚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对国家刑院 警察和武装部队成功释放监狱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但紧急状态还在继续 诺伯亚誓言不会向恐怖组织让步 1月7日 厄瓜多尔最著名的独销和赛 阿道夫 马西亚斯 厚西亚斯 厚西亚斯威勒马 第二次粤语成功 随后至少无所监狱 相继发生有组织的暴动事件 大量囚犯组成的犯罪组织成功控制了监狱 并挟持了至少150名狱警和工作人员作为人质 同当地执法部门和军队进行对质 监狱暴动后 更多的武装匪徒开始在厄瓜多尔制造事端 最猖狂的袭击发生在1月9日 厄瓜多尔公共电视台遭到15名武装分子袭击 这些武装分子冲进了电视台的直播间 并用枪指着主播和工作人员的头 威胁他们靠墙蹲下 而这些画面全部通过直播传到了全世界 人口仅1700万的厄瓜多尔 曾经是拉美地区相对安全的国家 但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历届政府政策混乱 失业率增高 黑帮势力猖獗 使得该国治安明显恶化 为防止厄瓜多尔黑帮逃入本国 秘鲁宣布与厄瓜多尔毗邻的北部边境所有省 实行紧急状态 美国表示支持厄瓜多尔恢复治安和秩序 但不会出兵相助 美国国务院还在1月11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会在近期派出击毒 安全方面的高级政府官员访恶 和厄方共同探讨监狱改革和对付有组织犯罪等话题 据新华社1月9日报道 中国驻厄瓜多尔使领馆自1月10日起暂停对外办公 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使馆还确认 尚未报告社中企和华人安全事件 在1月1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支持厄瓜多尔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所做努力 期待厄瓜多尔早日恢复正常秩序 也希望厄方切实保护好中方在厄人员 机构安全 厄中关系以及中国走线人 作为家在秘鲁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南美小国 厄瓜多尔过去很长时间只被旅游 探险爱好者关注 但过去一年间 厄瓜多尔这个国家频繁进入中文读者事业 2023年 多达3万多名中国公民从美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 而其中很多人选择了艰苦的走线方式 他们首先进入不需要签证的厄瓜多尔 然后穿过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途经哥伦比亚 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威地马拉等国 最后到达墨西哥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俗称走线 厄瓜多尔于1946年与中华民国建交 1971年 支持中国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并与中华民国断交 1980年 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建交 两国于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达成普通护照互免签证协议 2023年5月 中俄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厄瓜多尔自此成为中国第27个自贸伙伴 也是继智利 秘鲁 哥斯达黎加之后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4个自贸伙伴 2022年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131亿美元 超过美国成为厄瓜多尔在非石油产品方面的最大贸易伙伴 不过 从5月签署协定至今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尚未发布中俄协议生效的消息 根据厄瓜多尔生产 外贸 投资和渔业部长丹尼尔 莱加尔达 根佑雷格尔的11月初在X平台发布的消息 协议还将提交11月20日成立的新一届国会审批 厄瓜多尔爆发内乱后 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 有人问走线到厄瓜多尔是否还安全 也有人回答还可以走线 因为政府的消禁措施 晚间无法活动 而且危险增加 中国原件厄瓜多尔的水电站丑闻 厄瓜多尔虽小 但却是中国在海外原件的最大的水电站项目的所在地 中国原件的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 Cocacodo Sinclair Hydro Power Project 以下简称辛克雷水电站 自2010年开工以来一直饱受各种瞩目和争论 2016年11月辛克雷水电站竣工时 中国新华社发文称 这是中国人带来的功成奇迹 厄瓜多尔从此告别缺电之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出访厄瓜多尔 与时任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 克雷亚Rofael Korea一起出席竣工发电仪式 共同宣告这座中国在海外已建的最大水电站 正式建成投产 然而 近年来辛克雷水电站丑闻产生 2018年 纽约时报发表长文指出就在大坝投入使用仅仅两年后 数千道裂缝正在瓦解霸体 几乎每个涉及大坝建设的厄瓜多尔官员都遭监禁 或因贿赂指控被判刑 2023年1月 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全球大型项目正在坍塌的长文 再次指出辛克雷水电站出现数千条裂缝 情况岌岌可危 对此 中国新华社进行了反击 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额言获重 尽管体量较小 厄瓜多尔却是成为南美洲除了委内瑞拉和巴西之外的中国最大债务国 厄瓜多尔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旗舰项目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2018年12月 中俄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年6月发布的信息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厄瓜多尔500千伏书便店项目最终验收并移交 信息称 该项目作为中俄两国电力领域的重点合作工程 被誉为全新的能源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全长约900公里 贯穿全国12个省份并跨越地形复杂的安地斯山脉 连接首都基多 瓜亚基尔等主要大城市 文章称 厄瓜多尔即使无力偿还债务 中国依然有足够的回报 以折扣价获得厄瓜多尔的石油 然后将其出售获得额外利润 美中博弈在厄瓜多尔 拉丁美洲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后院 随着中国在厄瓜多尔角色的扩大 美国也在寻求扩大和加强与该国的关系 2022年12月 在厄瓜多尔总统吉利尔默 拉索·基尔默·拉索访问美国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表示 美国正在寻求扩大和加强与该国的关系 拉索2021年赢得总统大选 立场亲美 希望与美国加强经贸合作 但是厄瓜多尔驻美大使 抱怨拜登政府不够重视厄瓜多尔 使得厄瓜多尔不得不倒向中国的怀抱 2022年2月 拉索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 并且在接受新华采访的时候 表示厄瓜多尔发展离不开中国 中国和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博弈 持续了多年 2006年左右 南美大部分地区转向左翼 限制与华盛顿合作的政治空间 厄瓜多尔的总统克雷亚也是其中一位 克雷亚主张不再围着美国转 还在2008年拒绝给美国缉毒侦查所需的 厄瓜多尔空军基地组约续期 克雷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对自己的支出设限 并于2008年宣布 该国32亿美元外债违约 自此 厄瓜多尔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被关闭 克雷亚政府选择了中国用石油偿还贷款的方案 在克雷亚十年执政期间从中国借走大约180亿美元 克雷亚后来因谋划绑架对手被通缉 以及因贪污罪被厄瓜多尔政府缺席判决入狱八年 目前在比利时流亡 2017年 克雷亚的副总统列宁 莫雷诺·莱宁莫雷诺 接任总统职位 2016-2021 他对政府部门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司法部门被直接砍掉 监狱改为新的自主实体管理 导致监狱失控 大量武器流入监狱 成为帮派 火拼争夺地盘之所 这也可能会今天的监狱暴乱 埋下了种子 2023年11月 年仅36岁的诺沃亚 成为厄瓜多尔第48位总统 在发展经济方面 中国重启熊猫外交 大熊猫还能拉近美中人民的心灵距离吗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外长近日表示准备让大熊猫重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这预示着熊猫外交的重新开始 在中国管控严格的社交媒体上 一些网民们激烈反对熊猫外交 与此同时 加州旧金山市政府表示 希望能促成大熊猫的到来 增进我们的友谊 大熊猫一直被中国政府当成友谊的使者和桥梁 可以拉近中美人民的心灵距离 在美中竞争日渐激烈的时代 大熊猫还能担负得起这样的使命吗 加州两城市竞争大熊猫 自1月5日 中国外长王毅在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 中方已做好大熊猫年内重返加州的准备后 大熊猫可能返回加州的消息 立即成为加州地方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自从圣蝶哥动物园于2019年将最后两只大熊猫归还给中国后 加州一直没有大熊猫的存在 加州电视台KGOTV的记者和主持人林迪昂 迪昂 一亿1月8日在自己的X平台机动地宣布 加州有可能会获得一只大熊猫 旧金山和圣蝶哥的好几个消息来源告诉我 这两个城市在竞争中国的大熊猫 但是 他们相信 鉴于旧金山主办国亚太金河组织会议APEC 旧金山应该烧胜一筹 他在X平台上也提到了旧金山市长伦敦 布里德·London Breed为此付出的努力 旧金山市长办公室1月8日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在亚太金河组织会议APEC召开前几个月 市长就开始与中国政府交谈 希望促成租借熊猫这一宝贵机会 他还利用APEC期间与中国政府代表的每次互动机会 进一步讨论此事 最后 他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停机坪上 向习近平主席告别时 直接向他提出请求 布里德市长去年12日1日再次写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表示 旧金山的动物人非常愿意接待这些受人尊敬的外交官大熊猫 他希望增进我们的友谊 让我们的年轻人受益匪浅 并继续共同努力保护大熊猫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圣地亚哥分台 NBC7 San Diego 1月10日的报道 圣地亚哥动物园也在努力争取大熊猫重返该动物园 但是 不清楚圣地亚哥市长是否也为此再努力 大熊猫无法解决美中的根本问题 针对熊猫外交能否再次拉近美中民众之间的关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 奥林斯 斯蒂芬奥林斯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美国人仍然蜂拥而至地去看熊猫 这些访问间接地培养了人们对中国的积极看法 虽然熊猫外交不能解决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 但它们重要的象征意义及其返回美国所呈现的形象 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 他说 美国地方政府和动物园仍然热衷于接纳大熊猫 并对租借大熊猫能带来的旅游感兴趣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去年11月15日 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美国商界晚宴的主办者之一 也是在这次晚宴上 习近平第一次暗示中国可能会重启熊猫外交 习近平在晚宴上表示 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 我们愿继续同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 努力满足加州人民的愿望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美国人对大熊猫的喜爱 在去年9月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返回中国前 从来告别的民众的不舍中可见一斑 在熊猫离开前 熊猫的粉丝纷纷来到熊猫馆前和他们告别 有数百人在网上分享了他们最真爱的与熊猫有关的记忆 有些人家里好几代人都是熊猫爱好者 网名为斯考特·斯高蒂的居住在俄亥俄州的美国大学生 在短信中表达了他对熊猫的热爱 美国人很喜欢大熊猫 他说 斯考特很小的时候与父母一起来到华盛顿的动物园 看大熊猫 他还记得当时动物园的熊猫馆前 人山人海 好多人都兴奋地看着熊猫的一举一动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他知道熊猫是中国的象征 许多中餐厅都用熊猫图案来做广告 但他对于美中关系和熊猫背后的政治意义并不了解 虽然如此 美国民众对大熊猫的故乡中国的看法却越来越负面 皮尤中心去年4月公布的民调中 83%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 调查发现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同样负面 熊猫外交遭到中国网民反对 与美国人期盼大熊猫返回美国形成对照的事 在网易宣布大熊猫或于年内重返加州的新闻 在微博发布时 却得到了网民的一致反对 在微博的评论区 不少网友表示不满 称拒绝熊猫外交 有近100万粉丝的民族主义博主冲锋号角发布的微博下 人们纷纷留言道反对熊猫外交 甚至开始指责做出此决策的领导 表示就领导同意 别人都不同意 强烈反对 越来越软骨头 等 还有人提醒说 大熊猫鸭鸭被虐待知道吧 看看回国后的状态 鸭鸭是中国租借给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一只大熊猫 去年2月 孟菲斯动物园的另一头大熊猫乐乐突然死亡 曾引发中国网民的气愤和担忧 虽然经调查乐乐是因为心脏疾病而死 但一些网民却指责美国动物园出于反华情绪 有意虐待来自中国的熊猫 当时很多人以美方存在虐待熊猫的情况为由 请认呼吁将同在该动物园的鸭鸭和其他旅美的大熊猫带回中国 在舆论严格控制的中国 这样的情绪大量流露 很难说没有政府背后的纵容 其实在习近平暗示中国可能会让大熊猫返回美国时 中国网民中就有了反对的声音 当时与该决定有关的白宫称 欢迎大熊猫重返美国冲上微博实施热搜时 评论就是一片指责 中国新闻社的账号国事直通车发布的微博下 最高赞的评论写道 欢迎美国来中国消费交税 然后熊猫的事免谈了谢谢啦 中国对美国的熊猫外交始于1972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破冰访华后 美国送了一对大熊猫给美国 后来 中国也曾向许多其他国家赠送或租借大熊猫 中国官方认为 熊猫外交是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外交 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曾经有四个动物园有大熊猫 分别位于首都华盛顿、加州的圣迭哥、田纳西的孟非斯 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但因租赁合同到期后 华盛顿、圣迭哥和孟非斯动物园的大熊猫 陆续返回中国 目前 亚特兰大动物园是美国唯一还有大熊猫的地方 亚特兰大的熊猫租赁协议预计今年到期 如果不能续约 该动物园的四只大熊猫也有可能返回中国 大熊猫因协议达成来美 因协议欺瞒而返华 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美国的大熊猫陆续离美返华 恰逢美中关系日益恶化 双方争吵多余合作之际 因此 很多人认为 中国对美熊猫外交已经寿终正寝 因中国官方经常反转立场 政府立场遭到反噬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网民们反对政府重启熊猫外交是体现了 此前反美舆论导向的反噬 爱国情绪被煽动起来的网民们 一时间难以接受官方立场的反转 中国的时政博主李天一 李明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关于熊猫外交的舆论导向的变化 是近年来舆论快速变化的例子之一 网民的爱国情绪被煽动起来之后 很难一下熄灭 因此 当他们发现政府的做法 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之后 转而会去责怪政府 从毛时代到江湖时代都有这样的先例 他说 这样的舆论反转和反噬在美国前议长 南希 佩洛西 Nancy Pelosi 2022年8月访台 以及2023年9月 日本打算把河废水排入太平洋时都发生过 佩洛西访台前夕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在微博上提出了 如果驱离无效 就可以击落他们的好战言论 获得了中国网民的一致较好 但因为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时 并未做出此类激进举动 中国国内充满了对中国官方的指责之声 日本核废水事件 在中国互联网上发酵 连日本料理店和日本化妆品 都在中国遭到抵制 但是随着习近平在APEC会议期间 和岸田首相会面 同意通过磋商谈判 找到解决核废水问题的合适途径 中方不再鼓励这样的舆论 由于中国经济的恶化 外界估计 习近平政府2024年会继续魅力攻势 重启熊猫外交应该是魅力攻势 努力的一部分 去年初到达加州的中国人周宇 告诉美国之音 自己不喜欢熊猫被标签化 沦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工具 针对中国爱国网民反对政府的熊猫外交 他表示 这些持反胆态度的网民 或许有一部分是真的喜欢小动物的 但没有什么作用 中国政府决定的事情 从来也不会因为中国人反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